回到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的青春作伴的单元 在今天的话 青春作伴单元 我们一样的是聊聊 人面对熟灵的时候 去展望人生的未来 事实上的现在 不管是熟灵者 高灵者退休的 或者即将退休的 对于自己的下半人生的想象 都越来越多元 越来越开放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那我们在今天的现场 邀请到的 是一位真的很特别 前半生应该是个理工男吧 我觉得 就是现在大家想象中的理工男 然后念这个土木系 然后当了这个土木结构技师 曾经是 这个新北市的 结构技师工会的理事长 还是全台湾中华民国 结构技师工会的 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 但是为什么我会认识他呢 因为他出了一本书 他书里面呢 讲的文笔超级好 然后讲到好多好多的故事 那他的书呢 实际上是集结他在过去这些年 开始这个陆陆续续发表的文章 每发表一篇的话呢 就引起非常多的回想 回想到呢 后来呢 连大家非常熟悉的 这个历史学大师 许卓云 还写信给他 称赞他 说蔡博士 应该继续的写下去 所以我觉得人生 真的很有意思啊 这个前半生像是理工男 后半生突然间走进了一个文青 文青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啊 而且呢 还包括去念了EMBA 关心到了全球的 不管是地缘政治 不管是全球的国际的财经 这样的一个动态 所以事实上是一个 真的很开阔的一个人生啊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 邀请到的呢 就是蔡荣根博士啊 在我们的线上 跟我们来聊聊 他的人生 聊聊呢 他的出了这本书 叫做《狼烟未尽》 哈喽 蔡博士早安 各位观众早安 您的人生事实上 是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啊 你一直到几 什么时候开始退休 就从土木技师 这个行业里面退休 其实我是一个 专业人员 就是结构技师 也是土木技师 那我是不需要退休的 因为我是 我的工作是 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收拾 所以你是政照执照 对不对 所以你一直都可以去职业 哦这样子 好棒哦 这种职业很好 就是所谓自由业嘛 对对对 年纪大的就做少一点 就像您讲的一样 已经年纪这么大的 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想做的事 不要光做 做养家糊口的事 哈哈哈哈 你这样讲 对这样讲是有道理 但是你刚才这个蔡博士这样提 我都忽然间觉得 对耶 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是一份 有证照的专业的 他可以不用从哪里退休 可以一直做到老的 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 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 我那本职是结构技师嘛 对啊 结构技师就跟律师 医师 还有会计师 各种事一样 只要你做得动 真的 你要做好几岁都可以 当然要有人来找你做 这是前提 对对对 是前提 就是一定要做得好 有口碑 那自己到最终 体力也可以等等 那所以现在就是 您的状态其实并没有 所谓的退休这件事情 只是你现在把大部分的时间 从原本的专业 原本的工作 转到了你的兴趣 所以其实照这样讲 写作一直是您 在年轻的时候 被你放下来的 但是你心里面依旧是 魂牵梦营的兴趣咯 可以这样讲 我倒没有想说 一定要写作 可是我也喜欢看书 坦白讲 我最喜欢的工作 或许不是工程师 如果按照如果 如果是现在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我猜讲我会选择比方说 经济系之类的东西 当然就比较能闻了 因为它就跟社会 跟社会的灌照面比较广 我是比较喜欢 喜欢这方面的 我现在很广泛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会来去念台大EMBA的原因吗 可以这样说 我在1992年 现在是新冠嘛 我是上次那年进了台大EMBA 那也快20年了 快20年了 你是几岁的时候去念EMBA的 我那时候应该是47 48岁 那时候我们同学平静年纪 这是不断学习 还有一位同学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一公亮的先生 他年纪又比我大六岁 是一个正线界 一个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nice的一个好朋友 真的是 所以他念EMBA的时候比你还大 所以他是50几岁去念EMBA 对没错 他是36年次 我是44年次 不过他看起来比我年轻 他有练瑜伽我记得 所以重点就在于 对重点就在于说 其实对你们来说 年龄就不是限制就是了 就是真的是不断的去学习 应该讲说我性气很广泛 就是说光当一个工程师 我是感觉就是比较枯燥一点 做点最想做的事 一般年纪大的人就喜欢回忆 那当然我也不厉害 那我大概到2015年开始 已经满60岁了 满60岁 就慢慢的就有这回忆 我就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现在又有点书嘛 我刚开始发表了点书给我的好朋友来看 就没想到引起很大的回响 很多很多就是看的人很多 分享了很多 而且很多人来给我留言 都看了我的写的东西 我小时候写的东西 其实我小时候的东西不是我小时候的东西 回忆我童年的时候 那些情景啊 让他们感觉好像进入时光隧道一样 好像在就是说从我的文章那 好像看到影像听到声音 回到同学 把我的场景也变成他自己的场景 就是大家很喜欢 不但是台湾也有那海外的朋友 也给我这样的留言 他们说你要继续写下去 我就这样写一写 那朗烟未尽就这样写出来 好 所以蔡博士你都写什么 你都写什么 你说你都写什么 写一些回忆 我刚开始写的 我童年回忆嘛 白头公里化当年 童年回忆 那童年回忆的话 我们那个时代 我幼年的时候 我的环境跟大家又有点差别 我是在金门 金门那时候是战地 那我们那时候的金管时代 大概是 但我是1955年生 大家都知道1949年 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来嘛 也到金门 那之后金门就打了 就是1949年就打了股仁罗战地 就是我们打赢了就锁住了 然后八二三 所以在我还没有称在我小时候 那金门就是一个战地 那时候金门的情形是 引起全世界大家的关注 就像现在的乌克兰一样 大家都担心说情势恶化 会演变成第三世界大灘 那时候已经有 第三世界大灘 大家都怕核子灘 所以那时候金门情况 就是说就像现在的乌克兰一样 是前世代媒體關注的教練 我跟妳講一個我小時候的秘密 秘密 OK 小時候那個練小學之後 常常到夜考考試書練不完 練不完就講啊 最好是那個明天爆發第三次室內大戰 我就不用考試了 小孩子很天真 真的是 而且那個時候的金門確實是 不斷的有戰爭發生 然後光是大家可能現在隱隱約約還記得的 所謂的單打雙不打 這樣子一個妥協底下的一種狀態 都還維持了二十年 那麼久的時間 實在是好難想像 但是重點在於說 蔡若士你一開始寫臉書的文章 你就是寫這些東西嗎 因為我寫到我父親 我父親是1949年10月下門淪陷之前 他才到金門來了 那我當然也是父親的懷念我父親 就寫了我父親的故事 那在那個時代難免就是大江大海的故事之一嘛 就寫到就是說國共的戰爭 寫到金門戰地 就這樣一路寫下來 後來整個寫的 整個文章的調子就是這方面 那很多朋友就鼓勵我在寫嘛 我說我在寫 我自己的故事滑善可塵嘛 我小人物的故事也沒有什麼好寫的 我父親因為他是大時代裡面的小人物 都有不平衡的故事 那我們陳平時代的一個普通人 我寫的故事是太普通 我又沒有八卦 就算我八卦 大家對我也沒有興趣 那我就想說我寫我老師的故事 因為我有位老師很特別 就在那個書中 站了兩篇很大的篇 就溜房老師 所以沒錯 事實上我想自己就是 引起我們的注意 會要想要這個蔡博士 來跟我們聊一聊的原因 事實上其實你的書裡面 聊到的你自己的故事 我覺得也有很可愛的 我以為你一開始寫的是 像什麼白雪公主泡泡糖 那個其實很好玩 是那個時代四年級生的共同回憶 我印象中好像吃過這個泡泡糖 但是我還不曉得說 你們竟然流行去搜集 那個所謂的畫片 好但是這是一個 但是呢其實這本書裡面 狼煙未盡確實更多的 講到的是金門的故事 那在現在台灣的整個的 國際的處境當中 包括這個俄乌戰爭 正在發生的過程裡頭 其實如果說要台灣 去試著去體會戰爭 理解說 如果台灣成為烏克蘭的話 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情境 其實金門是一個最接近 我們的一個例子了 而且時間來說並不久遠 也不過就在蔡榮跟博士 小時候就是一個 那個時候他們宛如 就覺得自己根本都 哪裡有烏克蘭啊 就是金門 就是金門的置身在一個 中美台這樣一個角力當中 OK 老師我們要休息一會兒回來 就要聽聽蔡榮跟博士講故事啊 他小時候怎麼樣子經歷過 那麼一個單打雙不打 經歷過那麼多的一些 看到很多老人家講到的 這些將領 在這一個又一個的炮戰當中 死的死 自殺的自殺 失去了手臂的 失去手臂的 斷了腳的斷了腳 這樣這個狀況 對於台灣來說 應該有什麼樣子一些警惕呢 我們休息一會兒 馬上回到現場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藍軒時間 繼續和線上 我們邀請到的 這個蔡榮跟博士 來聊天 蔡榮跟博士呢 是一個非常知名的 這個圖幕結構技師 但是他現在呢 另外一個身份呢 讓他呢非常的活躍 那就是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狼焉未盡 那這個狼焉未盡 就透過他過去這些年 在他臉書裡面發表 但是引起很大的回響 那我覺得其實真的是 就是這樣的一個 金門的經驗 對現在很多年輕人來說 我覺得大家不會 不會記得 而且就算被提起過 你也很難有那種接近感 甚至會不太相信 就是說戰爭真的 曾經距離你那麼近過 這個蔡榮士 你最近是1955年出生 古寧頭大戰是1949年 就是九位的國民政府 撤退來台是那個時間 那823炮戰是到了1948 那時候你三歲 你有任何的感覺嗎 你是聽長輩在講對不對 你剛剛提到 單打送部長 單打送部長 我解釋一下 現在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米紅丹號 就是雙方 互相砲擊 大陸把仙輪砲打到金門馬祖 我們從金門馬祖打到大陸 互相砲擊 單打雙不打 他有固定打哪裡嗎 他不會有危險嗎 那一般的話他都會打那個 軍事的炮陣地啊 軍事基地 可是雖然這樣那時候是秒不準 所以常常也會傷到老百姓 所以這樣我們知道金門老百姓 我們認識的人就有很多被擊中打死了 甚至斷手斷腳了很多 但有個人的經歷 我就經歷了兩次 就是說我還在我良猜的時候 1955年1945年的九三炮戰 九三炮戰那時候還不是單打送部打 那時候隨時要打就打 就像現在烏克蘭一樣 我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大概兩三個月吧 有一次互相砲擊都有一定的時間 比方說大家打金門的時候 大概是傍晚時刻 因為傍晚時刻從大陸看金門 太陽光照射比較清楚 那時候沒有什麼定位 沒有衛星定位 所以有一次我媽媽就躲炮彈回來的時候 發現她的房間 她的床鋪 她的梳妝台全部被炸得粉碎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跟我媽媽就躲過一劫 那時候被炸到就沒有我的 也沒有這本書了 然後就是我在高山的時候 高山的話民國62年 62年已經是1973年了 那有一次晚上我在客廳裡面 我剛進我的房間不到一分鐘 我突然蹦一聲 很大的一聲 那我的客廳被拋就真的擊中 因為彈殼從那時候我家瓦的屋頂 翻過瓦頂 那我看到那個彈殼在我家的地板上來 蹦蹦的跳舞 那個滾燙紅色 那我如果在客廳可能被擊中 那你們家那時候沒有人在客廳啊 那時候沒有 因為晚上了 大概九點 他一般大概說晚上九點以後到 那個金門不像 那個前線不像台灣了 九點很早 九點對我們以前很晚了 大部分都回房間裡面 這是我第二次躲過炮彈 那我講說那時候金門是十萬大金 我們現在只要就是說出門的話 到街上全部都是金門 尤其是禮拜天週末 放假的時候到處都是金門 那包括我們在練高中的時候 我們都要做精神訓練 我們精神科是雜雜遲遲的心兵訓練 不是那種在這邊只是在那邊 在普通的金門是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戰地氣氛非常濃厚 那我講說1949年 其實古林多那個戰力 我們算是天佑台灣 天佑金門我們才打贏了 那這老共太輕敵了 再加上一些天后的因素 那1949年以後的話 其實本來就是說那個美國杜魯文政府 就好像現在的之前凹函 那個國民黨打說他已經要放棄國民黨 本來老講已經被放棄了 那因為是1950年韓戰爆發 韓戰爆發以後那個麥克拉斯特就登入朝鮮半島 那老共就越過壓力這樣打韓戰 對他們要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必須遏止工程廠的擴張 所以他們抽掉兵力去打這個韓戰 對 本來要打金門的兵力就抽掉兵力 去到朝鮮去 金門走過危機 另外一點就杜魯文就要為了遏止 就是共產黨的擴張 那就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 那我想台灣金門是因為這樣才轉毀為安了 所以這邊要再回到前面一點點就是說呢 那在那個當下就是整個的大陸 這個中國大陸淪陷出 其實本來毛澤東他是要一舉的拿下金門馬祖 接下來是要打台灣的對不對 對 解關台灣 對對對 沒有錯 那如果沒有韓戰 我可以肯定講沒有韓戰的話 那美國把國共戰役當作中國的內戰 他不管了 那金門拿下來的話 那歷史上拿下金門就可以拿下盆壺 拿下盆壺當然就拿到台灣 包括那時候台灣本島很多地下黨 都已經在動作了 也準備在擬應外盒了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說 常常會很多人罵老蔣老蔣 可是如果沒有老蔣的話 那沒有韓戰的話 那可能現在那個台灣老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不會有兩個問題 對 但是現在似乎好像這個情勢又有點回到當初這個蔡博士小時候那個狀況 就是到底對岸是不是會對台灣採取任何的武力行為 要不要開始躲島 要先躲哪個島 要躲金門嗎 要躲澎湖嗎 還是直接的轟炸台灣 當然這個整個的軍事科技的進步已經跟當年很不一樣了啦 但是類似的話題好像感覺上又在重演 所以我想這時候我們訪問蔡博士 聽她真正感受到那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是很有很有意義的 我們休息再回到現場 好 回到冷靜時間繼續和線上邀請到的蔡蓉根博士來聊天 她最近寫了一本書叫做《狼煙未盡》 她集結了她過去一段時間在臉書上面發表的文章 談的是四年級生的童年回憶 但是更多的是因為蔡博士出生於金門 所以很多的金門戰地 大家也慢慢遺忘的一些故事 都透過她的筆下 讓她更感受到在現在這個時刻點上 我覺得很有很有意思 我想很積極的問一下蔡博士 你小時候會覺得害怕嗎 小時候不懂得害怕 父母親會害怕嗎 小孩子可能不懂得害怕 那長輩呢 是那樣的一個生活 到底對你們來說是什麼樣的一個意義 我猜講是習慣了 我這樣猜啦 那第二點我想說 他們因為我們那個時代 我們都被教育成 我們反共必勝 見過必勝 哪一出去看到這張錢 到處都是驚人 所以基本上沒有這麼害怕 我是這樣猜牆 可是坦白講 我媽媽也在 他就很有憂慌意思 他當然告訴我 不要總是認為時代 是永遠是這麼平靜 這麼和平 他們那一輩 跟我們的有經過戰亂的 常常有這樣的 您剛剛講說 目前的狀況 會不會打來幹什麼 其實我在這本書裡面有一篇文章 在台海風雲四百年 這本書雖然寫了很多金門的故事 那我是從金門戳來寫歷史 那這本書我的小標題叫做 一部課本上沒教的民國簡史 為什麼 因為我後來把 我寫的文章串體 發覺剛好是一個民國的故事 它是跟我們以前被教育的 課本叫我們的不一樣 所以我想這本書 引起大家的興趣 這也是很大的原因 那因為我是工程師 如果沒有考證 不是切實的資料 我不會寫 所以大家認為我寫中的言而有記 然後跟課本又不一樣 所以引起大家的 很大的一個回想跟興趣 可以說從鄭志龍開始談起 談到現在 偶爾就定義做將軍的一句話 他說 中共不至於會強求統一和發動戰爭 但可能會反台獨和不息一戰 那我看看瓦茲 雖然我有經過一點戰地戰爭 不像我的父輩 還有跟你父親 是戰爭走過來 可是你現在看看阿富汗 看看烏克蘭 看到任何打過仗的國家 都是老百姓流離失所 那我們要不要打仗 如果真的打仗的話 我們是不是2300萬 是不是照樣 這樣可以安靜樂業 對不對 這是大家必須要考慮的地方 因為戰爭這非常殘酷 只要戰爭的螺旋 一發動 到最後是沒有辦法控制 真的就是在這個 蔡博士的這一些文章裡面看到 其實雖然從金門為出發 但金門在每一次的 從清朝那個時候開始 到什麼鄭之龍 鄭成功 到後來的台海的第一次危機 第二次危機 通常金門都扮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 甚至是一個比較前哨戰 或是受害 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可能更加的有感覺 尤其是中間其實蔡博士也講到很多的一些看起來的小故事 我覺得這個戰爭所留下來的 對於我們的副職輩那一代 我真的覺得是很痛的 比方說你就講到你的國中老師 你的國中老師看起來是一個溫文如雅的老師 高中老師 高中老師 對 但是顯然的你從一個描述裡面感覺到了 你對他有一些很無比的興趣開始去探究他 是因為有一次 你說他講到了一些父母親對不對 突然之間他就哽咽起來了 跑到外面去哭 對對對 後來我去追究去研究他的過去 然後發現他是一個就是說非常能夠打仗的將軍 他是那個貴姓白索喜 對白索喜 那個貴姓白索喜的部下 對 那因為他那個我們老講丟掉大陸 貴姓幾乎被他當為踢罪羔羊 所以他就說到台灣以後 他沒有辦法待在金鐘了 他自己在練金教之前 他又是廣西師範學校畢業 所以他後來就到金門來教書 教我的國文 他都不講這些事情 他都不講這些文 他從來不講 因為那時候我想講對他沒有好處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一點 他每次上完課一定把黑板擦得非常乾淨 宅走 不讓我們直視聲差 後來我剛開始不懂 我現在都懂了 因為那時候白色恐怖 他在上面寫的東西 如果到時候大家隨便拿幾個字做文章 是很容易的 我猜想 他是在大陸是貴姓一七一師的師長 貴姓的主力軍的師長 他曾經跟黃埔系的張靈虎 非常有名的張靈虎 一起在國共內戰出局 他們都打贏了 打到最後階段 因為張靈虎被解放軍圍剿 那時候國共戰敵在返轉 其實是戰功標柄就是了 但是也反映出來 戰功標柄 對 你那文章也寫到說 其實老蔣其實他是一個蠻去防 敵對派系的一個領導人 因為在那個時代 坦白講就是說民國初年革命以後 其實就是精華很多 這個精華會有這樣的精華在中國 每個朝代末年都是這樣 那這種情況就是說 因為天下大亂 那每一省的原來的節度史 或掌握金錢的人 就起來維持之際 維持之際慢慢就變成 就是歌跡正前 清朝被推翻以後 就是原來的清朝的一些帝王官 一些精華是什麼 是土匪 像張宙霖 像廣際的陸龍亭 他就起來維持之際 他就做大了 所以每個省 他的軍隊都自己養 那老蔣他後來 起來是因為他有廣埔軍校 所以有研究歷史的人說 胡萬平 胡萬平就罵他這個 也是新軍法 是一樣的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 誰也不服誰 這也是國共內戰失敗的一個地方 那共產黨因為他是受到 那個共產黨國際的直接指揮 他有個統一的指揮 在這種情況下 對 所以我們剛剛聽這個 蔡博士講到就是 其實就一個戰爭 戰爭本身的產列之外 戰爭所遺留下的 或者在過程當中的這些爭鬥 派閥之間的爭鬥 我其實以前就已經聽過很多 可能長我一輩的 或者十幾二十歲的 聽到說他們經常在一些學校裡面 都有一些從大陸來的這些 其實過去都是那種什麼名校啦 或者說很很飽讀詩書的 但是就到國小啦 國中啦 當個很普通的老師 但是我是第一次聽過有將軍 隱性埋名的在金門高中 就當一個教國文的老師 他原來曾經是桂林的警備司令 像這樣的一個背景 所以這位劉仿他的故事 在這個蔡博士的筆下 非常非常的生動 也讓他感受到戰爭的無情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到現場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藍燻時間 繼續和線上邀請來了 蔡蓉跟蔡博士來聊 他寫了一些跟金門有關的故事 他從小到大所感受到的 一個戰地金門 即便現在呢 早在台灣實體20年前 金馬策軍論 讓整個金門 現在大家覺得 金門好好玩 金門去觀光 金門去旅遊 曾經有的炮彈留下來的痕跡 曾經有過的炮台 曾經有過的勿忘在舉 都成為現在的一些觀光的資源 但是是不是曾經想過 他曾經經歷過的那個歲月 如果重新再重演的話 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我看了這個蔡博士的書 我才知道說 原來很不一樣 台灣比方說 很多地方都會有些廟 這廟裡面都會拜一些恩主公 這些想像不到金門的恩主公是誰 是胡蓮將軍 那也更不用講說 還有一個將軍廟 是拜李光錢將軍 被當作一個西埔頭這個地方的守護神 也是一位真正活生生的活過的 就在這個半世紀前 帶領著金門去打 那麼多的一些炮戰的這些將軍 我覺得對於這個蔡博士來說 一定很有感受 所以你寫這本書 你是怎麼想的 我這書名叫朗彥偉 朗彥偉 朗彥偉 大家都知道是戰爭的意思 對 未進 未進就是像我們那個 燒的宜進還是 就是說還有很高的溫度 還是紅色的 很可能會死灰復燃的 隨死灰復燃嘛 我是主要是有感而發啦 那您剛剛講到胡蓮將軍 那金門人對胡蓮將軍 非常感念 因為他不只是一位武人 一位將軍 他是一位儒將 那在金門主 就是在古人說戰役以後 他是金門的司令官 兼胡建省的省主席 那金門有今天 有今天的一些現在話的基礎 都在電力起來 還有金門酒場 金門酒場 如果沒有金門酒場 這樣金門什麼都沒有 我們金門最大的馬路 到現在還是 規格還是一樣 包括造林還有水庫 那為什麼我們叫恩主公 因為我們金門 第一個恩主公是唐朝 唐朝有一個叫陳菸 他來金門 帶領一大堆人到金門開花 我們有個恩主公廟 他就是我們稱之為第二位 第二位的恩主公 你剛講的李光潛就是胡蓮帶來的 他是1949年 10月24日的一個聲音來到金門 那10月25日第二天上陣場就陣亡了 就陣亡了 那我建議大家如果要去金門玩 把這本書看一下 你到那三天的一個金門行程 你會有關鍵不一樣的一個感覺 那另外一點就是 其實我講這本書好像 大家注意到金門的故事 其實它不只金門的故事 我只是從金門出發 那我第一篇寫《台海風雨400年》 寫完400年以後 我就透過我的老師劉王老師的故事 寫從新愛革命到北華抗戰 到國共戰爭 到撤退到台灣的這段過程 那我也寫了一篇 老蔣為什麼 蔣這幾位丟失大陸 這一篇引起非常大的一個回響 在媒體有30多萬人的點印 然後透過我一些朋友的故事 就是同學的故事 把民國史寫的幾倍把它串連起來 就是一部 基本上名叫民國史 我自己這樣形容的 就是說我剛剛寫400年 寫完400年以後 藉著流氓寫整個民國史 然後到最後寫到我小時候到金門 我說就好像Google從空中看地球 先看整個地球 然後看到亞洲 看到亞洲 海洋 然後再往下看到那個大陸 台灣 最後看到金門 看到我 我把這個形容 尋找人生的時空坐標 為什麼時空坐標 因為在Google 造假只是現代的坐標 我從400年前這樣 尋找人工的歷史時空坐標 我的意思是說今天台灣的2300萬人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歷史時空坐標 大家有不同的歷史情感 養成不同的一個意識形態 大家有不同的過激 可是很重要 我們必須面對共同的未來 那如何面對共同的未來 就是將來 大家就是現在 現在我們每個人必須做的功課 蔡博士剛剛這樣講 是真的是非常好 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即便我們有幸的 沒有我們是在戰後出生 我們並沒有真正經歷過那場戰爭 但透過蔡博士的筆下 我們試的回到那樣的一個現場去 我也就更加深刻感覺到說 我爸爸 我爸爸其實是曾經是一個戰地記者 那他在金門 那個時候中華政氣報 正經中華報 正經中華報 他就跟我講過說 他碰到了砲戰 然後被一個炸 一個炮彈的碎片 還不知道怎麼發生 就在他附近爆炸開來了 然後就牽進 那個炸彈的碎片 就牽進了他身體裡面 後來他被當地的很好心的 這個金門的民眾 把他搬到一個門板 因為那時候沒有這個急救車 救護什麼 他就把門板拆下來 那就把他當作一個單架一樣 然後呢 就把他抬到一個名栽裡面 他就在那個地方 躺在門板上 不知道躺了多久 速度昏厥過去再醒過來 總而言之 撿回了一命 但是他身上就是有一個地方 就看起來很明顯就凹進去 對 在我爸爸所描述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很難去想像 就是他可能沒有 因為他可能一下就昏厥過去了 但是我看這個蔡博士的描述 那個炮戰當中幾天之內 可以打下七萬多顆的炮彈 你就可以理解說 怎麼樣的躲不升躲 怎麼樣子的 那樣子的一個情境底下 是這麼 什麼樣的槍林彈雨 真的是更能夠深刻的體會 所以也真的是很希望 就是當我們在討論 有關於台灣現在的定位 跟每一步我們所做的抉擇的時候 想想可能的未來 他也不會就是在我們的副職輩 在可能辦事之前 曾經發生過 再看看烏克蘭 我覺得應該會更知道 自己的時空坐標 做出更正確的選擇 對不對 非常謝謝蔡永根博士 接我們的訪問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掰掰 XD 我喜歡 Central 搜索 我喜歡中國 大家可以分享